对 因为其实在这个业界里面 他们会希望你是有经验的领队 或者是说你能带给他们一些业绩或业务 那时候我刚好进入这一块 因为我就觉得 就是想带团啊 不想当业务啊 然后就进去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Traveler Spirit语言休息师 我是今天主持人 Sean 今天的来宾呢 可是刚完成环岛壮举 同时身兼影片创作者及外语领队的超级狠角色 那废话不多说 那么欢迎今天的来宾 小向爱出门的小向 嗨嗨嗨 欢迎你来得到 握个手 你这样我握到真美的手突然间 谢谢谢谢 行动了 好啦 那我们再请先请小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哈啰 各位大家好 我是小向 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也是万语领队 然后拍影片也拍蛮久的啦 大概有三年了 有 我从小向一看 我以为要说从小 吓死我了 我也很希望我可以从小之夜可以观赛 可是没有 我是从你早期才 2018 那个时间对不对 2018 差不多差不多 2017 尾的时候开始 对 因为我视察我也是 2018 那个时间开始 就是看到就是你各种影片开始 就是透过媒体大量的曝光 没错 其实蛮常在看到你影片啊 我想如果他们观众他们有想要当领队啊 其实想问是他们的这些工作的应征方式 或者他一些工作上的条件需要具备那一些 其实我觉得领队他的入门不难 非常简单 而且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 每一个人的英文能力都非常的好的情况下 其实不难 你只要考上 考上的几率大概70%以上就可以考上那个领队执照 然后进去之后主要是找工作比较难一点 找工作 对 因为其实在这个业界里面 他们会希望你是有经验的领队 或者是说你能带给他们一些业绩或业务 你才可以带团出去 所以你一定要先从业务做起 那刚好就是我毕业的时候就进到可乐 然后可乐那时候他有给我们一个offer 就是说可以直接进去里面受训成为领队 就是专职领队 就只要带团我们不需要业绩也不需要当OP都不用 那时候我刚好进入这一块 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想带团啊 不想当业务啊 然后就进去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进去很容易啦 那你主要应该说考到很容易 然后要找到公司也不算很难 主要就是在带的过程中 你也没有办法enjoy在其中 因为我身旁有很多同期进去的也都离开了 就是走到后面他们会觉得 领队给予他们的生活上有一些不太好的压力 或是不好的负面想法 都会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是没有啦 对啊就是每个人的适应都不同啊 你想想想这样你当领队啊 因为像你那时候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因为你去很多国家 很多时候你也是第一次去 可是这样这种情况底下 你会怎样去跟你的团客去介绍这个景点 其实我们很常会遇到第一次去的地方 然后像比如说我第一次带团去澳劫好了 然后那时候带团我就带了三四个人 然后我自己也没去过澳劫 然后当地也没有导用 你就必须得自己带 那你也要知道 欧洲这种地方就是历史非常的丰富 而且奥地利捷克那地方 又不是跟你讲英文的 对但是当然有一些人他们还是会讲 因为毕竟是观光胜利嘛 所以他们会讲英文 那这个时候当下 就是每一天就是疯狂的在做功课啊 然后我们要去请教前辈 其实前辈他们也都很厉害 前辈他们会把Google地图打开 然后标好几个点点标出来 跟我讲说这个地方下车之后 走到这个地方尿尿 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再往前走这个地方很好拍照 然后再往前走什么干嘛 他就全部标出来 标出来之后呢 你就直接拉开那个地球 Google地球啊 把地球打开然后开始跟那个街道这样走一圈 走一圈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那个位置怎么走了 走就是很像走着前辈留下来的路 对可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可以跟客人讲说 你没有来过 你就跟客人讲说 啊那个太久之前去了啦 有点小忘记 你也知道吗 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出来 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我走前面跟着我走就对了 反正要迷路大家一起迷路好不好 就这样子会跟他们说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在开玩笑 反正要迷路大家一起迷路啊 他们应该觉得欧望其实你都知道 就是你在带我们走这样子 那有些客人也会说什么 小夏你不是说你很久没有来了吗 你怎么都还知道怎么走 我说当然啊 领队怎么会不知道怎么走 就是有时候会这样子跟他们玩一下 但其实我走前面走超快 我就在看Google地图怎么走 就是你去玩那么多地方 特别喜欢哪一个国家 我去年刚从印度回来 印度吗 我是背包客去啊 背包客去印度 印度的系列影片也蛮红的 就是有个崩坏迪士 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哦那个我有看到 反正那米瑶鼠都不确定 他长得很像米瑶鼠 就是他要高高的 要穿着高飞的衣服 然后那个摩天轮 这样子一直尖叫 其实本来今年 预计是还要再去别的地方 但是没想到疫情这样 本来今年我是要去西班牙 大概三个月读语人学校 我有合作 就是可以免费读书 其实是算蛮不错的offer 然后去完西班牙之后 我会可能想要去马达加斯加或是加乌克兰 就是要去那些地方 我想去乌克兰的那个称洛比 对 趁年轻的时候赶快去 然后马达加斯加 可是就今年疫情就这样子啊 就没办法 真的 真的趁年轻都出去走走 只是不是2020 2020没办法 对 你是那种就是会希望就是把生活中 每时每刻 就是 都过得非常充实有意义的人 对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我开始觉得我时间多 我开始有点忙 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而且尤其是 徒步环导完结束之后 做完这么有意义的系列的时候 开始回到原点 就开始又要拍美食 然后我就会觉得 蛤 我又要拍这个东西 就是会觉得怎么又是他 小杨问你 因为我怎么知道你都是做 就是神做神仙就是领队的工作 可是像你在做创作者 就是影像头这一块 你的时间上也是怎么去分配 然后就是在生活中 就是取到一个平衡这样子 其实那时候真的蛮累的 就是在带团期间还要拍影片 所以我一个月就是30天到31天都是在工作 我又一天在休息 像我可能带团出去 或者是你要去新的地方 你就必须要做功课 然后晚上回到饭店 除了做功课之外 就是要剪影片 而且我都用手机剪 就是你看到那个芋头的 就是用手机剪 蛤 那个用手机剪 全部用手机剪 打字做特效 什么切 裁切 什么干嘛 全部都用手机剪 你说用一只手机剪 用手机剪啊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客人去逛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有些时间 或是一些行程是让客人去逛嘛 我就会坐在咖啡厅点一杯红酒 然后开始剪影片 我就说 这个我整天 手机剪影片 真的是我听过 最神奇的 最神奇的 因为我之前客客有来 然后我听过 就是你说你的影片 全部用手机剪 那时候已经被震撼到 那高规格的影片 全部用手机剪 然后就是 突然也可以用手机剪 那时候是全部都用手机剪的 就是 从去年的影片 都是用手机剪 直到 去年 去年大概 十月之前的影片 都是手机剪比较多 然后是十月之后才开始 我有栽培 我的男朋友 有开始用电脑剪 刚刚我们刚才说到 想要你去徒步环道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 可能是比较经验上的分享 可是想说 就是你觉得突然他 就是做这件事情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 还有哪些状况 是需要被克服的 蛮多的欸 真的好多喔 像比如说一开始走的时候 前辈都会跟你说 前七天是关键周 你撑过就是你的 如果你放弃就是没了 这样 因为前七天是 你会觉得 走路而已嘛 走路有什么了不起 就会一直走一走 但是平常如果没有什么在运动 或者说不是当什么海军 海军陆战队之类的人 这个走路真的很痛苦 像我那时候第一天走 31公里 我从早上5点半 走到饭店10点晚上 早上5点半 走到饭店是10点晚上 我中间走到 是我一度一直疯狂的 一直狂骂我男友 就是我脚痛到一个极致 开始走的时候很缺悦 走路而已嘛 就很开心这样子 到下午的时候 完全状态不一样 一天变世界的感觉 那我们聊到你这两个月徒步环岛 聊到哪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我徒步环岛 其实还蛮好玩的 我想说 既然如此 我都留在台湾 那要徒步环岛了 那应该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们会有办法这样聊天 是因为台湾疫情控制得很好 那其实国外非常的严峻 那我应该要做一些可以帮助到国外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就准备了一个存钱筒 然后你在路上你遇到我 你可以把钱存进去 然后你存到的钱 所有钱都是 全部送给外面正在受灾害的国家 那我这一趟走五十九天 我存到七万多块 就也算蛮多的 而且我不接受汇款 就是路上抓到我存进来的人 那我的机构已经全部都送出去 我昨天才刚发文 就是把那个 收据都发上去 总共五个机构这样发出去 可是你在存钱的过程中 你是会去问 那我上海最会做的活动 还是他们就自己把钱塞进来 他们都会知道 因为我都有发我的社群乱体商 所以他们都会知道 我要走到哪 或是我正要去哪里 小向女神来了 我要丢钱 他们会抓我 他们会看我正在哪里 然后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笑笑 然后就拿钱出来 那你粉丝其实也蛮热情 就是我觉得正在做这件 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会跟你一起做 他们会觉得你正在做 他们没办法达成的事 那我应该要支持你 像我其实在徒步环岛里面 遇到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 而且还蛮感动的事 是有一天 我那时候从缝架 要走到大甲的时候路上 有个女生停在前面 然后她就说像这样 我就过去 她就拿账一千块出来 我说哇 蓝蓝 然后投下去的时候她就说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说 我说什么 就很开心嘛 她说没有啦就是 我之所以会知道你是 我之前在新闻台上看到你的影片 然后我就觉得 你长得很像我妹妹 可是我妹妹在四年前就已经不在了 当下我直接抱住她 然后她就在我旁边戳气 她就说我只要想到你 看到你我就觉得我妹妹还活着 她说你一定要加油 然后她说我一定会支持你到底 你当下听到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天哪 我竟然有这股力量可以传递给她 如果我这趟没有走出来 我可能永远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 所以当下会其实遇到很多 就是这种很令人难忘的故事 好今天很开心 我们邀请到我们小巷 来到我们旅人休息时 跟我们度过轻松的访谈时光 当然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 关于领队的一些旅游秘辛啊 或者是关于旅人分享 也欢迎就是订阅按赞我们 Scritch的YouTube频道 还有追踪我们 小巷爱出门的YouTube频道 耶小巷爱出门 对大家追踪起来 还有就是你IG的朋友 也全部追踪起来 Elephant Go Go 太可爱了吧 这个名字 非常符合我啊 Elephant Go Go 对对 Elephant Go Go 也追踪起来 但小巷的频道点解 我们可以放在下方 大家到此可以去追踪认识一下 也非常感谢我们小巷 因为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我们这次节目到这里 让我们Travelers Break 旅人休息时 下次见 拜拜